今天要來玩這個遊戲叫做貪瀾凍庫二 那它是一個 Roger Like 的一個遊戲 Roger Like 是一個角色扮演類型的一個子類 基本上大多數的東西是隨機的 因為它是隨機的然後它的一些玩法的關係 導致它通常每一款遊戲的特殊性都還蠻明顯的 你的角色通常在遊玩的時候呢 是很容易經歷所謂的永久死亡 那也因此讓你能夠更真實的在這個遊戲裡面去做體驗 然後再攻擊那個遊戲 還是以來攻擊的遊戲 也就是對付貪物的遊戲 E'有团獄的遊戲 Ry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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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破崩 我破崩 我吃蘑菇 我不要吃 我吃一下 自然法力 贏了 破崩 不錯 救命 掉血也掉太快了吧 渡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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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那個 你那個補血的 剛剛不是應該會給我吃嗎 打這隻 5800血量 小小小小小小 小菜皮八怪 救命啊 大力點啊 哥哥 蘑菇 吃蘑菇 食物凍毒 救命啊 這個真的好玩欸 我轉過頭來 我們就已經超過工傷時間了 救命 有蘑菇欸 我要吃 多麼痛的領悟 348分欸 可惡 你比我上哪強欸 求掌之杖看看 我不會法術啊 我拿杖打人是不是跟北溪一樣 不是啊 我不會法術啊 我怎麼要拿這杖 一定是因為我還沒點技能 這樣就可以了 我現在拿著我的法杖 來 拿一個敵人嵌揍的 我拿他試試看 這個啦 吃我的火焰三點心 你 就 有時候呢 還是不要依靠魔術好了 還是十大十的戰鬥 這樣我覺得 更有駕駛一點 在那邊提升欸 被阻止了我啦 你在哪邊 我出來 找到了 揍他 三連擊 再通了三連擊 四十六十 四十九 八十八 三連擊 十五三十 漂亮 五三十是差小 各位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我發現啊 這是真正的團隊遊戲 我們千萬不能再繞單了 你們知道嗎 千萬不能再繞單了 千萬不能再繞單了 你幹嘛 打打殺殺是不好的 你們知道嗎 他擋我們的路啊 打殺殺殺殺 他 真心 這傢伙 誰這路 不打 擋我的 找死 各位各位各位 我已經來到五十一層 拜託 打怪之前 可以有一點溝通 好不好 你看 這個不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假設我們不打這個怪 你看 你幹嘛 啊我幹嘛 我滾亂啊我痛 這個你看 這裡可以踩對不對 代表一定有一個 那裡可以過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有沒有人可以挖一下這個 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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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好 來 幹死這個毒人 大哥 我 你 算 我 我剛剛怎麼沒跟你溝通 我打得這麼蠢 對呀 剛剛明明可以不打怪的 為什麼要打 打殺殺的 這個仇恨的苦戀 什麼時候才能夠斷掉 不是 不是 出外靠朋友 有朋友就要 就 救命 喂 救 欸喂 沒有爸爸 沒有媽媽 你早就生不下來了 你不能這樣講話 問題就是事情 這已經發生了 我們就只能依賴他 不然你要怎麼辦 給他看 5萬滴血而已 齁 魔力都打得死你 我想起我家裡還有一些 就是 對 朋友啊等等 對啊 我可不能在這裡死掉 不是 剛剛那個局 根據我巧妙的計算 我發現 就算加了我跟沒加了我 結果還是差不多 不貪求名利的我 把功勞留給其他人 不是和情又合理 H&A你打贏的時候 跟我說一下 我幫你開個聲 西施死了嗎 西施打不了 打不了是 這是 出世了的意思嗎 好 我懂了 其實 雖然你死了 但 我好處想 有人將你的故事 帶回來了 雖然我很難過 但 你的故事 我會幫你講述下去的 我會讓你的家人知道 你的死 並沒有白費 我會讓你的家人知道 你死的是 很壯烈 很有勇氣的 很有勇氣的 謝謝你